日前 陆军第74集团军谋旅在粤东谋海域组织复杂气候条件下 两栖装甲车昼夜间上下登陆舰训练 全面提升两栖部队遂行作战任务能力 茫茫海面之上 登陆舰早已准备完毕 各行两栖装甲车正有序进行上下登陆舰训练 上下登陆舰训练是两栖装甲部队的重难点课目 驾驶员需要在海面上长距离编拨航行 控制车辆正对舰门 在摇曳的海面上驶入登陆舰 在战车即将上舰时 涌流突然将车头打偏 面对紧急情况 甲板指挥员利用电台指挥驾驶员调整车头角度 操纵车辆平安上舰 两栖专甲车在上下登陆舰训练时 专甲车和登陆舰都容易受灯浪和暗流的影响而仰望不定 船山门两侧仅比专甲车宽30厘米 车内招动人员必须紧盯前方目标 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及时组织情况 任何一个小失误都可能导致专甲车额登陆舰嚇壮 方向宇对峻 请求上舰 夜幕降临 漆黑的海面上 战车驾驶员必须依靠舰上指挥组及车长的指挥完成上舰 得到舰上指挥所许可后 驾驶员紧盯夜视仪和显示终端 不断操纵调整修正战车航向 履带着剑的瞬间 驾驶员迅速提升发动机转速 完成工况转换等系列操作 战车克服横摇浪影响 顺利在夜间复杂海况条件下进入登陆舰内 通过一系列海上训练 进一步打捞官兵训练基础 提高打印能力 接下来 我们将持续瞄准复杂环境下的重南检科目 继续展开专攻精炼 锤炼官兵连续作战的过硬素质 全面提升两栖兼兵遂行作战任务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